这是一个14岁小女孩离家出走的故事 值得所有孩子的父母借鉴 希望您能有耐心把她看完 女孩因为和妈妈吵架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走的时候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走了很长时间 天渐渐暗了下来 这个女孩又渴又饿又累 远远地看到了一个面摊 卖面的是一位阿姨 阿姨看到了远处女孩 对她说 孩子你是不是饿了 过来吃碗面吧 女孩怯声声地说 阿姨我没有钱 阿姨说没有关系啊 阿姨请你 没有一会儿 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面 和一盘小菜就端到了女孩面前 女孩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眼泪差点流了下来 阿姨问 孩子你怎么了 女孩说 阿姨我不认识你 你都能给我一碗面吃 可我跟妈妈吵架了 她竟然把我赶了出来 同时她还气得叫我不要再回来了 我觉得妈妈不爱我了 阿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女孩奇怪地问道 阿姨你为什么叹气呀 阿姨说 看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阿姨给你一碗面 你都知道感恩 可是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 你妈妈从小给你煮了多少面 从小到大给你煮过多少次饭呢 你有没有想过感恩妈妈呢 女孩听到这里恍然大悟 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她放下吃剩下的半碗面 跟阿姨打了一声招呼 就一路飞奔地向家的方向跑去 天越来越暗 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当她走进一条近村的必经之路时 遥远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妈妈焦急地在那里张望着 看到女儿回来的第一句话是 孩子呀 你去哪里了 妈妈把饭都做好了 赶快回家吃吧 女孩再也忍不住了 一下子扑到妈妈怀里 抱着妈妈放声大哭 妈妈 我错了 我再也不惹您生气了 我一定好好学习 做一个好孩子 家长们 把这个故事点赞分享给你的孩子吧 因为给孩子最好的爱 便是学会感恩 一下子扑しく 给孩子如果你 请不 gere 按钓 字讯 请不吹